你先說吧 我是潘熙 我是Edward Chan 我們想參加選舉 因為我們想搞事 我們希望選舉不要這麼小一個圈 擴大一個圈子 我就不是想搞事 我就想真正正正做事 想能夠為香港人選一個適合的特首 我也沒有反對這個說法 不過在我們可以選一個好的特首之前 我們需要將這個圈子擴大 擴大不單單只是律師 不單單只是有權有勢的人 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的選舉 我就不同意潘熙的說法是一點點而已 那一點就是先後倒置 我們覺得要先選一個好的特首 就是希望這個特首能夠幫助香港 做到有真正的民主選舉 有真正的法治精神 這個我也同意 但是我們有一個合乎 這個民主的一個選舉過程 不要切這麼多的框框 但是潘熙你忘記了 現在我們選這個特首 就是要在這個框框裡面 我們應該就在這個框框裡面 盡量做到最好的 選到一個適合的特首 就是希望將來幫我們 拆除了這個框框 這個我完全同意 希望他將這個框框推倒了 將這個框框確保無限大 包括全香港的所有的事物 那現在最後你都明白了 我希望所有的選民都會投我們這22個人 為了我們這22個人打氣 多謝各位支持 多謝各位支持